大家好,今天非常開心 有這個機會可以體驗到我跨下的這台 全新的RC390 那麼這台車呢 我今天算是臨時借出來的 因為今天呢 我本來是要來這邊辦一些事情 然後呢 下午剛好來這邊簽個文件 我就問了一下他們說 有沒有這台車可以讓我 短暫的體驗一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全新的RC390 它到底騎乘起來的感受如何 說到390啊 這顆引擎 其實也算是老朋友了 Duke390、390ADV、RC390 這些車款呢 我都有體驗過 所以說這次新版的RC390 它到底有哪些改變 其實我自己也是蠻期待的 那首先呢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車大概的一些數據 它比上一代呢 減輕了大約5.8公斤 再來呢 就是它有支援 彎道的循跡 彎道的ABS 同時呢 車子的油圖 公油曲線也做了一些調整 那全車在滿重的重量 裝備重量之下是164公斤 那現在我所在這個地方是 長庚桃園院區外面這一邊 喔 欸不錯喔 這個煞車反應很快喔 現在我所在的地方是長庚桃園院區啊 這條路 它的路況不好 然後下坡又是S型 所以我覺得騎乘載起來試試看呢 非常的適合 那現在我先把它的壓縮跟回彈 都先調緊一點 因為 我的體重比較重 好走 煞車 它煞車反應非常的好 在彎中的安定性呢 維持跟前一代一樣的這個 非常不錯的水平 好來了 這個跳動路面 我們騎一下 壓了幾個坑之後呢 我覺得 整體的懸吊啊 比上一代還要來的硬朗 可是我在出彎的時候 給油門 車子的動力啊 沒有像上一代這麼的猛了 上一代如果你是390 Duke 或是RC的車主呢 你在出彎補油門的那一下 一定都會有一個很不錯的拉扯感 尤其是在二三檔出彎的時候 可是 這一次的這台 RC390呢 我覺得騎乘起來啊 它的 這個拉扯感 沒有那麼強烈了 好我們來試一下這個爬坡 起步的動力還是有的 它在這種比較高速的彎道中啊 車子的整個搖臂的剛性 跟車架剛性 還是維持的相當不錯 另外呢 我覺得 它在大概六千轉這邊的時候 會有一個舒麻的共振 可是你拉過這六千轉 就比較好一點了 好加速 上坡的時候 它的這個引擎啊 你感覺到它有在出力 可是 它沒有像上一代一樣 給你一個很猛的力道 另外呢 就是 剛剛我在壓這個比較急的彎的時候 我覺得這條輪胎 原廠的這條配胎 它的抓地 我認為也是表現得相當不錯 好我們現在再走一次下坡 那麼我們現在試一下快排 走 山 好來退檔看看 嗯不錯 這個補油補的確實 它的這個進退快排 我覺得在進檔的部分 還有可以加強的空間 可是 退檔的部分啊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像現在我試檔嘛 來大家聽一下 我試退三 三退二 這都是車子在幫我補油門的 好 再來一次下坡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台車 它在過彎的時候呢 我現在只是很順其 這樣呢 讓它溜下坡 它的整個 車子的安定性啊 跟我之前在這邊騎乘冷400 完全是一個天差地別 那跟我自己 騎乘390 ADV的經驗來相比呢 RC 390相比於390 ADV 或Duke 390 它有更加低趴的騎之外呢 它的整體的油箱甲持啊 我覺得也是比之前的車款 還要來的好一些 好 起步 左轉 我們來試個加速 不錯 車子的加速力道還是有做出來 可是 它就是在你給油門那一下呢 它沒有像前一代這麼的猛爆 前一代的車款呢 你在出彎油門再給下去的時候啊 它推出去那感覺是很直接的 但是這一代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改成電子油門的關係 它把它調校的比較柔順了一些 騎乘起來你的這個壓力會比較小 但是你就覺得這台車好像少了那麼一點點野性 我真的覺得這台車在一般這樣子騎乘的時候啊 轉速6000轉 算會有一個舒馬感 在跨下這邊 可是 45000轉的時候 你在騎乘的時候呢 你是可以 感覺到它的 車子的震動啊 我覺得是有比上一代還要來的好 上一代的車我覺得比較正 還有就是這台車它的這個避震器啊 改成可調式了之後呢 我覺得對於 騎士而言啊 它有更多的這個 調整寬鬱度 尤其是在黃牌這個級距之中 以前這個級距當中的日系車款 像我自己印象中 可以調的就只有500R的正插板嘛 那麼現在連390都可以去調整了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倒叉可調 而且是壓縮跟回彈的阻尼都可以調 不過預載好像就是不可調的 另外呢 這一組Bibery的這個煞車 之前我在騎乘390ATB的時候 我就是一直給予很好的評價 現在換到RC上面一樣是非常棒 因為 RC的車重又更輕了 變重的呢 只有我的體重 所以這樣一來一往自重 我覺得RC這一次的輕量化 都被我這兩年變胖的體重給吃掉了 好像現在呢你看 我想RV一點啊 我就把這個 升壓車稍微轉一下 而且它是用這種疊型的 疊型的調整鈕 所以你不用什麼帶隻六腳板爪 也不用帶什麼十字起子啊 你只要等紅綠燈的時候 去轉它 你就可以調整你的軟硬了 那今天呢 如果說你是一台車打到底的朋友們 這個根本是福音 你可能一到五通勤上課呢 你就是用比較舒適的前避震設定 那六日呢 你可能要去跑長途 要去跑山 你就可以把它調的比較 比較硬一些 比較運動化一些 我覺得它的這個快排在進檔的部分 真的還是有空間啦 因為 雖然剛剛騎一次有騎到很順 可是 現在我起步再換檔 又覺得它有點卡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進到市區 來體驗一下 過往呢 RC390在市區的表現啊 讓大家比較在意的 就是它的發熱 跟它的散熱 因為 RC390在前一代 它只有一顆風扇 但是這一次呢 跟 390 ADV一樣 改成了兩顆風扇 其實就剛剛我在山路那邊騎乘啊 我是覺得 它的整個溫控啊 就已經做得還不錯 因為我基本上呢 沒有感覺到太多的熱氣 而且呢 我剛剛在油門灌下去的時候啊 車子的這個水溫表 跟它的風扇也都還沒啟動 所以說我現在進到市區來 給它走一個走走停停的路況 那看看它會不會 等一下就把風扇轉起來了 那麼長久在看頻道的朋友們啊 應該都知道 我個人啊 是很喜歡 HONDA的CB300啊 這台車 因為呢 車子很輕 然後又是單缸 並且它的整個 節能表現 跟市區代步的輕巧性呢 也是非常棒的 又擁有路權 那同理 KTM的這個 Duke系列 我也是相當的喜愛 因為 一樣是單缸 然後車重很輕 另外呢 它的動力又比CB300啊大 因此這兩款車呢 我都是相當喜愛的 OK 那麼 講話的同時呢 這台車的風扇開始在轉動了 它在轉動的時候其實 聲音是還蠻明顯的 你可以很清楚 聽到這個風扇在轉的聲音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呢 車子的風扇已經轉動了 我把我的手稍微伸過去 其實它的風啊 熱度 我感覺 吹出來的這個熱氣 熱度跟上次 我體驗390 ADV是差不多 可是 它這邊有整流罩 把這個風引流到旁邊來 所以說 剛剛其實它在轉的時候 我在騎乘的時候呢 我自己是覺得 我沒有什麼感受到風 整個打在我腳上的 這個熱 想想我跨上去 風扇的熱風呢 大概是吹到這個地方 然後它吹過來的時候 它其實就已經消散蠻多的 那如果說你在騎乘的話呢 你車子有在騎乘的話 基本上它的這個 風扇吹的熱風啊 基本上不大影響 就有點溫溫的 而且現在 今天外面的室溫 大概是在28度左右 所以 對於它在夏天的這個散熱表現啊 我認為應該會比上一代好非常的多 那另外一個 我想大家會很關心的地方 就是它的放腳 自腳性 自腳性的部分 我覺得 在RZ390 非常的輕鬆 因為它在前面這邊 油箱這邊它收的非常的窄 雖然它的車高蠻高的 我身高172 兩隻腳放下來呢 還要電 只有腳尖可以觸地 可是呢 我不會有壓力 因為車子很輕 那就目前這樣測試下來 它大概進到市區之後的 五分鐘吧 等兩三個紅綠燈 它就會開始幫車子散熱了 應該它的散熱邏輯 我想跟390ADV是一樣的 那就是在車子太燙之前啊 它就已經直接預先啟動 把溫路壓在一個範圍之內 所以它現在基本上啊 像現在車子熱了之後呢 你幾乎是每個紅綠燈 車子都會打開風扇 再幫它做散熱 OK 那麼在把車歸還之前呢 我們先停下來 好好看一下這台車 它整個外觀 跟它的一些特色 首先呢 為什麼我會把車這樣停啊 就是因為我覺得 新版的RC390 在側面的這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是最美麗 最漂亮的 車尾整個線條非常銳利 而且是上翹 連著它的整個副車架 是整個往上翹的曲線 然後呢 車頭則是一個低趴的 一個線條 正側面這樣看過去 你就覺得 車子這樣子的這個線條感啊 是非常漂亮的 搭配上 它的這個多層次的整流罩 整個看上去呢 不管是從側面 還是從後方45度的這個側面去看呢 你都會覺得 它的整台車的線條 非常的銳利 非常的好看 那來到 大家正義最多的這個車頭部分呢 我覺得呢 這個部分啊 就連我自己都還不大適應 它用一大片這種透明的風鏡呢 去覆蓋它整個車頭 這樣的一個外型啊 目前我還無法接受 OK撇開這個 在側面呢 我發現有個地方 是從 390 Duke 390 ADV 那些 就已經遺傳下來 就是這個整線啊 我覺得真的 還是可以加強啦 就是整的沒那麼漂亮 像HONDA的車子 他們 應該說日系 YAMAHA HONDA 他們在這種整線上面 都會整的比較有條理一些 不會說 像這條線 你從這邊 過來到這邊之後呢 這條線這樣過來之後 你又再往後繞 再往上繞 它可能就是會直接從這邊 車架後面這邊直接長線上去 它不會這樣繞出來 再這樣繞上去 繞一個S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繞線繞得這麼的凌亂 但是 就日系車來講啊 他們的整線 還是會比較乾淨簡潔 另外呢 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腳踏 這個設計 一開始是在 390 ADV上面出現 那現在 RC390是繼續沿用 這樣的設計 就是你在導車摔車的時候呢 這個是可以折的 兩邊都是可以折 那 當今天你雷出去的時候 這個折起來呢 就可以避免它斷掉 至少你在雷完之後 你還可以把車牽起來 繼續騎 剎車是正常 打擋感也會是正常 再來一個 很有趣的設計 它的後座腳踏 竟然也有這個 就是碰到極限的時候 它會提醒你的這種 沙彎球嗎 這個叫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我們就解釋它 因為我棒棒堂好了 它的前座 後座的腳踏 竟然都有這個棒棒堂 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 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這個罐頭管啊 造型上 非常的簡潔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很有這種GP的味道 搭配上 RC390的這個 翹屁股呢 整個看起來 我是非常的喜歡 而且這台車的 它排氣管其實不吵 我可以發動給大家聽一下 有沒有 它其實沒有很吵 因為它的整個消音都在這邊 它把它的整個消音系統啊 在這邊做得像一個 葫蘆一樣 然後塞在它的搖臂 跟它的車架 跟它的引擎之間 非常的厲害 然後在這邊做消音之後 再出來 所以它後面的這個尾段呢 可以做得這麼的短 這麼的俐落 這個造型設計我很喜歡 那後面的這個避震器 一樣是它的 浴宅阻尼都可以調 但是它阻尼調整環在很底下 不大好調 然後 輪框是這次的重點 輪框這次有輕量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輪框 中間這邊 鏤空的很誇張 但是呢 剛性一樣有 過彎的表現呢 一樣好 還有一個就是 這台車呢 它的 定位 算是在KTM家族裡面 比較入門款的車子 可是 我覺得啊 他們在有些地方 真的都不要再去 有這種廉價感 因為你看像這個整流道裡面 你是可以直接看到它的 裡面這個烤漆 烤漆的這個部分啊 如果像是我自己接觸過的 像R3 然後像是500R 或是說忍者400 他們在這個內側啊 都好像有一塊塑料件 沒有上漆的這個塑料件 去遮住它的背面那個地方 就不會讓你的車子 從這邊這樣子看過去 就直接看到它那些鎖點 空在那邊 好 那再來呢 就是剛剛騎車的時候啊 我對它的這個前避震 非常的滿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壓的時候 這個其實剛剛 我 這個位置在這一邊 我剛壓的時候 大概就走這樣的行程 也就是說我的體重這麼重呢 剛剛我們這樣騎乘 只要你的阻尼有調整過 有把它變硬啊 你在騎的時候 基本上它沒有機會去觸底 除非你真的 抄得很兇 不然一般像我們這樣子 慢慢騎乘 然後大概小小熱血一下 阻尼有調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大概吃個八成左右 它不會直接觸底 然後儀表板部分 一樣變成這個 液晶表 全數位儀表板 而在底下這邊 設定的最底下這邊呢 它一樣會有這個頁面啊 就是告訴你說 你這台車有選配什麼軟體的東西 那在這邊有的話呢 就代表你有選配這些項目 那最後呢 在駕駛艙介面的部分啊 我覺得這一代的這個RC390 它算是一台仿賽車 可是大家可以發現 它的把手寬度 其實算蠻寬的 它的這個把手寬度寬呢 你騎乘起來你在街道上 在市區騎乘的時候 你在轉打把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而且它的這種寬把設計啊 你在彎中操控的時候啊 你的施力我覺得是會比較方便的 那麼最後對於這台RC390 我的一個心得呢 就是這台車 真的是一台為彎道而生的車子 這你的騎乘起來 跟上一代一樣 有著很好的安定性 而且在過彎的時候 因為前避震變成全可調的 所以說它的整個設定呢 你可以更加貼近自己的使用需求 或是說你所騎乘的道路 好現在我們來上坡 你在收油跟進彎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感覺到這台車 給你非常好的信心 而且你在這種路面不好的上坡的時候呢 就算你把它帶進彎道 你也不會感覺到隨時會 隨時會跑出你的線外面 騎乘起來它給騎乘的這個安定感呢 依然是表現得相當的好 可是呢它在動力上面啊 就不像上一代來的這麼的猛爆 因此在整體的騎乘清和度上面 390它整個世代更替之後呢 變得更加的棒了 可是不變的就是 它要給騎士的駕駛樂趣 跟在彎中的這整個安定感受 還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下來 那麼再加上這些電控配備 再加上可調前叉等等之後呢 這台RC390我相信在台灣的銷售市場上 會注入一湯火水 因為在這個級距的產品 不管是冷室、R3、500R 它們在產品的小改版之後呢 都還沒有這樣豐富的電控配備 而RC390作為市場上 價格比較高的黃牌級距車款啊 它的這個電控配備 在這一次全速補到位之後呢 我相信應該可以讓消費者 更有意願去體驗看看這台車 並且呢想入手看看這台車 整體來講這台車 我自己個人的心得就是 它非常適合彎道 而且非常適合你在彎中做一些 比較運動化的騎乘 但是呢它在一些小細節 不管是車殼內部啊 沒有襯板啊 或是說它在線路的走線等等的 都還是延續了上一代 390家族那一個 比較不拘小節的個性啊 這部分我覺得是可以改進 除此之外呢 整台車騎乘起來 我覺得依然非常的棒 沒有因為台灣的這個 七期環保法規呢 而失去太多東西 OK那這一次的體驗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